即使在肢体分离后也能死而复生 然而在宇宙中 天文学家也发现了一颗僵尸行星 它犹如僵尸一般死而复生 又犹如幽灵一样 在科学家的观测中消失踪迹 这个行星便是北洛师门碧 北洛师门初听这个名字 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诗意 师门指军门 北指方位 洛是指天之战场上 那些帆洛篱笆等布防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 汉代长安城的北门 就叫做北洛门 其含义便源于这颗北洛师门 早在我国古代 便对这颗行星有了相应的记载 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北洛师门一兴 在雨林西南 北者素在北方也 洛天之帆洛也 师众也 师门由军门也 长安城北门 约北洛门 以向此也 而在拉丁语系中 其拉丁文明是来自于古阿拉伯语的转写 译为雨嘴 这也指明了北洛师门大概位于南鱼座的雨嘴位置 北洛师门B 正是位于南鱼座雨嘴的位置 距离地球25光年 它是一个巨大的外来行星 质量大约是木星的三倍 围绕着尘埃包裹的恒星北洛师门运行 还是首刻在可见光下能直接拍摄成像的外来行星 是除了太阳外在地球上能看到的恒星中亮度排名第18位 又被称作索伦之眼僵尸行星 为什么它会有如此恐怖的外号呢 首先它的灰尘云看上去和魔界中的索伦之眼十分相似 索伦之眼在科幻电影《魔界》中充满着可怕的魔幻力量 这也给北洛师门币带来一层神秘的面纱 另外一点和它本身的运动轨迹逃不开关系 在科学家的观测下 就仿佛幽灵一般穿行于宇宙尘土中 它在2004年首次被发现 2006年再次被发现 然而等到2014年 天文学家却惊讶地发现 北洛师门币消失了 对于存档数据的搜索显示 它早在过去几年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天文学家对此表示怀疑 在先前的观测图像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北洛师门币其星体正在渐渐变暗 因此科学家推断 北洛师门币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个完全进化的行星 实际上是两颗行星大小的天体 碰撞后形成的巨大尘埃云团 它们围绕着距离地球25光年的 北洛师门恒星运行 因为北洛师门币 目前正处于环绕恒星的巨大冰屑环内 所以碰撞的天体 很可能是冰和尘埃的混合物 就像存在于太阳系外边缘 科伊伯代的彗星体一样 这样解释了我们为何能在可见光下 轻易发现它 但在红外光下却相对暗淡 环绕行星的环或者尘埃能够反射星光 使得行星看起来更加明亮 如果这颗行星与残骸盘位于同一平面 将会在2032年穿越残骸盘时 被尘埃和冰所轰炸 到那时该行星即使在红外光条件下 亮度也会明显增加 残骸的撞击将会在天空产生一场天空极光秀 如果不在同一平面 那么随着它离母恒星越来越扁 其本身也会越来越暗淡 无论是怎样 对于北洛师门壁的检测并没有消失 哈勃太空望远镜有关人员表示 天文学家在未来几年继续观测北洛师门恒星 或许等到未来的时间里 北洛师门壁的神秘灭纱 也会被渐渐拉开 好 好